我和老公相差18岁,她的姐姐是一个60多的大妈,前年在广西南宁老家做了手术,川州过省的来到我们广东清远的家来养病,说是她病了几次。 老家的兄弟姐妹几人都照顾过她,这次要让我照顾照顾,我老公家穷,去年带我和我儿子第一次去她亲戚家,还给很多亲戚买了礼物,没有一个人给我儿子包红包,包括那家亲戚,就是因为穷很多人瞧不起我们,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走他们那边的亲戚了。 其实想要别人看得起自己,就只有自己变强大,我就在我弟还没出生前,问我们家借了三万块钱,那时候钱很值钱的,到现在我弟要账初一了都还没还。 关键是她在市区有车有房,还娶了第二任老婆,孩子都上大学了,反过来看我们家没车,房子还只盖了一半,我们家三个孩子。 我今年高中,弟妹上初中,爸妈辛苦赚那几千块钱,就我就每个月拿着上万的工资潇洒的过日子,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是的,真是越有钱越扣。 大姑家表姐,第一次结婚我们家几红包,生孩子我们家几红包,第二次结婚我们家几红包,生孩子我们家还给红包,等我结婚的时候,人家装不知道,这不是高潮。 高潮是她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,还来通知我们家,我就想问问谁给你的勇气,自从爸妈离婚后,就没看到我姥姥姥爷舅舅妈之类的,也不想他们,我小时候去他们那还和我妈一起去的,动不动就讽刺,说什么拿几把菜走。 回家一看,全是坏的我妈姐妹多,外婆八十多岁做开炉手术后,需要人伺候,我妈他们轮流照顾,但是我二姨却偷懒,原因就是她要照顾她孙子,然而她的家就在舅舅家附近,而且她老公也在家,但就是不去我小舅家重组家庭,前妻生了个女儿,后来那个带了个儿子过来,买东西重来只给儿子,我妈妈给表妹织了个围巾, 因为表妹上我家看到我的想要,可是她太小了,围着太长,然后我表妹告诉我妈,说她爸把我妈织的围巾丢垃圾桶了,表妹自己去捡回来,又被爸爸丢远了,表妹今年刚上小学,觉得很可怜了,我让我妈别理小舅,想借钱也别借了,太心寒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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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